我欢喜我的中国样子的长头发 和一带花 耳环子 通牛子 全是保湿香的 你见过历史上真实的明媛吗 这段珍贵影像拍摄于1929年 记录了上海明媛在镜头前展示自己的过程 首先登场的是范霄宝莲 她是民国时期上海著名建筑设计师范文赵的夫人 在当时的上流社会 范霄宝莲可谓是妥妥的社交明星 我喜欢我的头发 我的头发是好比绿的 她在镜头前用粤语展示着自己的发型 身穿黄色旗袍 戴着名贵耳环和珠子 举止投足之间无不彰显贵妇气质 接下来是唐宝莲 或许很多人不认识她 但她的父亲唐绍仪可谓是大名鼎鼎 唐绍仪曾是中华民国北洋政府第一任总理 还是民国著名外交家顾维军的岳父 镜头前的这位是她的第八个女儿 唐宝莲整体打扮看上去比较传统 其发型是研习了晚清女性的后晚期发型 只不过是在此基础上做了小小的改良 看上去很有中国传统女性的风采 头发上的鲜花装饰 更突出了唐宝梅的美 最后一位是施惠珍 施惠珍是宋美玲在美国读书时候的闺蜜 宋美玲大婚的时候还做了女冰相 施惠珍上来就是一口流利的英文介绍 可以说是国际饭十足 相比范销宝莲和唐宝梅 施惠珍可以说是精致许多其细长的眉毛 走在时尚最前沿的波波头 还有当时最流行的连体裙 处处透露出时尚饭 不过那时的名媛和现如今的不同 那时候的名媛即使在美 也不会明争暗斗 其服装即使在新潮 也绝对不会坦胸漏背